卡巴多奇做热气球 最酷的地方 就是飞跃高大的仙人烟囱石 热气球看似要撞山 却惊险飞跃的过程 总是让人灭花乐看 惊艳老道的驾驶大哥 总会在山谷里 来个几次飞跃 嚇嚇大家 翻转花城在十三世纪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个东西 这个贸易商旅一个 必经的一个驿站 到了十七世纪 这个黑海地区 这个繁盛了起来 那这个翻转花城 也达到这个鼎盛期 那当时有很多这个富豪 他们就建了很多 这二图曼的这个宅邸 他们用砖 还用这木头建造 然后呢 盖的是非常多 历经这岁月 还有天后 这长久以来的摧残 居然是保存至今 那成了当地一大特色 那另外呢 你会发觉这边的建筑 全部都是一致性 加上到现在都还有人居住 于是在1994年 被列入这个世界遗产当中 那我们现在登上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翻转花城的一个制高点 你会发觉后面这景观 依然无依 那待会呢 会带各位去参观两个地方 那其中一个是驿站 那另外一个呢 汤姆要发呆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老建筑博物馆 对 老建筑博物馆 那当然至于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们待会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好 我们现在身边看看风景 吹吹风 感受一下 哇 这个老城的这个魅力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翻转花城吗 那其实呢 来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重点要看 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古代思路的这个遗产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边的老房子 那其实翻转花城这个地方 被列入这个世界遗产当中 那其中它最有特色的 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边的老房子 那你知道这边这个老房子 博物馆叫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House of Kama Kamlar Kama Kamlar 对 其实我 不是Kama Kamlar 其实我的翻译也不是很标准吧 这个是第十九时代做的 然后本来是一个 官邻军人的那个叫什么 高阶军官 对 然后他就住这边 住在这边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特色 我很想看的 就是它有分男生的部分 跟女生的部分 你说这个房子里面有分 一个是男生部分 一个是女生的部分 对 怎么那么奇怪 应该是那个时代串通的方式 这座二托曼序建筑博物馆 最珍贵的地方 是保留了木材的整体结构 屋内各房各间宽敞而舒蓄 并以这蜡像呈现出 当时主人家的情景 我们当然也不能免俗地 插上一脚 跟蜡像们来一张合照 只不过有点诡异就是了 阿尔玛沙是我们在老爹 见一下决定的行程 据说是个靠黑台的小镇 我们蜿蜒在山路上 行进了约两个小时 黑海已经出现眼前了 坐两小时的车 我们终于到了阿玛沙这个地方了 刚刚下车的时候 发觉这跟我印象中的想像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原本以为是一片蔚蓝的海 然后一整片的沙滩 虽然它也有沙滩 只是是跟这个老板说的一样 是小片了一点 让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很像是一个港口 而且对面都是好像是一个老镇 感觉还是相当的轻松 我们顺道穿越小镇 来到镇上最热闹的市集 带大家搜集去 他们有没有发觉这个小镇 真的是蛮好逛的 什么东西都有 这感觉有点像像哪边 像丹水那个样子吧 对 有点像这个丹水老街 对 有一些小东西可以买 而且发觉这个地方 好像都是这个当地人来这边玩的 好像对 好像是 不像是这个观光客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东西比较平价一点 可是观光客是比较少一点 好吧 那我们继续逛吧 走哪边 往前 好 往前走 走 沿着市集往上走 可以看见阿尔玛莎这个小镇 台湾的美丽风情 这个阿尔玛莎呢 这个东方脸孔 大概只有我跟导演还有一个摄影师 所以一路上汤姆是相当快乐 他说我们终于可以感受到 他在台湾的心情了 真的 不过告诉你哦 我在那边啊 真的是超受瞩目了 成为焦点 很幸运哦 当这个汤姆啊 去买这出黑海的船票的时候 我被拉进了个面包店 不过拉进去一开始还想说 是怎样 是绑架还是怎么样 当然不是啊 那个老板还送了一个 比脸还大的这个面包 你说幸不幸运 是不是 那个老板真的很热情 就招待我们进来 然后拍摄 然后现在还送了一个 这么大的面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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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哦 这位老板 小伙子很棒 好 帅哦 好 一二三 走 走 光看到这个船啊 就觉得蛮有看头的 待会就要搭这种船啊 要游这个 黑海 黑海 真的是超期待的 还没出海呢 我的心早就飞到海滩上 跟正妹们同在了 哎呀呀呀呀 还是吃面包 当着先吧 怪是内嫩 好香 而且还是热的 刚刚老板真的好慷慨 就马上塞了一个 热腾腾的那个面包给我 很棒 开场了 哈哈 放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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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到黑海的 我们超兴奋的啦 船在出港后 将绕行小镇一圈 带游客从海上看阿尔玛莎小镇 而我只觉得海水好漂亮 好蓝 阿尔玛莎风情独具 在船上回程的时候 这船长的儿子 突然偏然起舞 我真的是不会跳舞啦 不过因导演的要求 是硬着头皮 配合演出一段处女秀 看起来真的是有点搓 好在我好兄弟汤姆 当时加入阵容 这整个现场气氛是热络起来 阿尔玛莎镇上的博物馆里 有许多罗马时期 遗留下来的建筑雕刻 经过考证城堡是建于罗马时期 城墙则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盖的 过去因为这里是黑海上茂重要港口 所以顶身一时 但海上四路热度退却后 如今是土耳其北部的度假省地 马克 你觉得我们来的这个阿玛莎 是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超舒服的 老实说刚下车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小小的失望 我想说这沙滩怎么真的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啊 没想到越往里面走 处处是惊喜 不管是我们逛这个小镇啊 很像这种 很像淡水老街或九份那种感觉啊 让我有点那种熟悉感 那再来呢 还有坐上那个船 然后游着黑海 天啊 黑海耶 黑海耶 黑海过去我们都只有在那个课本上读到 而且离台湾怎么多么遥远 没想到我们真的是哦 那个把那个船行驶在这个上面外 然后再来呢 就看到很多人什么跳水啊 很多人就常常在这个海里面那种感觉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的观光客 也不是国际来的 说对了 说真的 我今天游历了一圈哦 我发觉呢 只有三个房种人 也不对啊 你不是啊 是两个房种人 对 那你现在 而且我告诉你哦 我终于可以了解你哦 在台湾的那种心情 就是路上全部都房种人 然后只有你个白种人那种感觉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一整天 都相当的得意 对 让我们体会到那种觉得 我们那个身在那种意义相任的感觉 不过我也发觉哦 说不定呢 我们是第一个台湾媒体 来到这个Amasa这边 来拍摄哦 有可能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真是太爽了 可不过说真的 这个地方真的是 还真的相当不错啦 而且这边是当地的土耳其人 他们来到这边是度假的嘛 虽然看到真的是 这个国外的观望客 没有那么多 没有 说不定可以来这边 开个刹冰店 然后也可以买一个 买冰 买冬瓜茶 哎呀 真的是想太多了 开刹冰店 大概是感染了这小镇 浪漫的风情 我跟汤姆都天真了起来 不过说真的 阿尔玛莎真是我们旅程中意外的惊喜 我们终于到了 有一点累 长途发射真的 我们从早上的那个饭温花城啊 然后搭这个大巴士前往安卡拉换车 然后呢 大概两天左右 我们在三点的时候上大巴 然后来到这个Kabadokia 那到了Kabadokia 还没有完喔 还转这个刚刚这个小巴士喔 前往这个 哥勒美这个城市喔 啊 虽然是坐了十个小时很累 而且这个经验真的相当难得 因为平常我们在台湾啊 很少有机会 坐这个十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车子 通常大概坐个六小时 了不起 从这个台北到高雄 这个真的是一条全新的体验 那当然啦 沿途的景观真的是相当漂亮 尤其是那个盐湖 真的是喔 太惊人了 不过总之我们终于是到了 那现在到了呢 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呢 是要干嘛 要交饭店 要交饭店 没错 还有一段路 对 而且呢 其实啊 这段路真的是喔 一波三折喔 真的是要做好功课 其实这地区呢 有个故事要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时代呢 其实这当初的基督教是 被视为异教徒 常常受到这所谓的宗教迫害 于是啊 他们就逃到这个Kabadokia 这个地方 借由这洞序啊 来当作是他们的庇护所 所以在Kabadokia 这个地方啊 尤其是哥勒美这个城市喔 尤其啊 是在这个 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上啊 是地位是相当的崇高 而且当时啊 这个基督的门徒圣保罗啊 就认为这个地方 很适合来训练这些传教士 甚至在这边设立了 很多的神学院 所以呢 在四世纪到九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哥勒美这个地方喔 就成了这小阿西亚这个信仰中心 Kabadokia Kabadokia 这一路上可以一直在讲这个地名 当然没错啊 这就是这个地名嘛 不过你知道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是波斯人啊 当年他所命名的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美丽的马乡 为什么叫做美丽的马乡呢 因为过去啊 我们这边也不是过去 到现在都是喔 因为这火山灰的地形啊 使得这边啊 这个土壤是相当的肥沃 那当然啊 肥沃的土地种出来的这个 像是水草啊 是特别的肥美 那当然马屁喔 也是吃的特别的壮硕 那另外呢 这边呢 因为土壤是特别的好嘛 种植出来这个葡萄的品质 也是相当的好 所以呢 它这个葡萄酒 是相当的有名 同时这个Kabadokia 这地方是位在四路的药充 蚕丝 再加上恩格丹的这个羊毛喔 这羊毛叫蚕丝 混在一起 就成了这个相当有名的 土耳其地毯 大家听我讲那么久 有没有发觉 我身后这两根柱子 实在是有够大啦 刚走过来的时候 导演问我说 可以你觉得这像什么东西 我观察了老半天耶 我就觉得这很像喔 就一般那种 宫殿的那种大柱子 像不像 像不像 当然啊 每个人这个见仁见智啊 或许你会觉得 他想什么东西 可以议会 不可以言传 说真的 这里早在西元前1200年 西台人 弗尼基亚人 波斯人 阿拉伯人 突厥人 就在时尚言间 遭出了历史 阿拉伯人入侵时 基督教跟穆斯林 一起利用奇言怪时 遭洞穴建筑家 盖教堂 一大片巨石林 就是一个洞穴社区 据说巨石内错综复杂 就听事无数 最大洞穴社区可容纳高达六百人 眼前一大片 筍林 仙人烟囱 知道现在几点吗 现在才四点几分 四点四十一 对 现在四点四十一 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那么早起 答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做热气球 其实要去做热气球啊 现在是相当期待 不过又相当紧张 可紧张呢 不是我紧张 紧张的是汤姆很紧张 因为他有巨高症 还记得吧 哇 有没有看到 这我们的房间啊 这我们三个人的幸福小窝 虽然有点乱 可是早上啊 那起来真的是很仓促啊 因为就 要蛮早起的 对啊 而且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极大的痛苦 因为前一天 我们还在山里面是迷路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去搭乘这个热气球 而且卡巴托奇台这个地方啊 其实那个地形地貌 真的是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高空中啊 就俯瞰整个这个 这片这个 相当奇幻的一个地方 好吧 时间差不多 我们要出去集合了 走 今天我们进三个热气球 不过为什么镜头要那么近呢 因为这空间小小的一个 不近也不行啊 汤姆又怎么感觉 讲一下 有点害怕而已 好 汤姆已经开始有点害怕 我也有点紧张 做热气球呢 我跟汤姆都是头一次 这心情上难免紧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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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气球缓缓攀升 加上风的助力缓缓屯移 虽然待在篮子里头的我们 这感觉飞行的状态平稳的出奇 让有点巨高的果跟汤姆 都慢慢的习惯了 其实会选择一大早升空 去考虑清晨的气流 最稳定的时间 风也较小 这时的飞行比较安全 飞上以后还紧张吗 飞上去以后就比较不会紧张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平稳 对 这边如果不做热气球的话 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好的 好漂亮喔 而且刚刚太阳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那个太阳 非常美 揽染神奇 然后你看好多热气球 在空中这样飘浮 就是很像仙境一样 当热气球爬升时 那种感觉像是坐慢速 云霄飞车一样 还挺刺激的呢 玫瑰山谷这里是大部分热气球 飞行的区域 五颜六色的热气球 不许得冒出头来 京城的宁静山谷里 因为热气球的衬托 呈现出另一种迷人风情 我们在空中 我也觉得这个热气球真的很稳 然后市府就会很委 对 高度 对 我觉得这个驾驶真的技术很好 而且我们刚刚要过那个山的山峰嘛 看似好像撞到 可是呢 就刚刚好 没有撞到 就这样跌过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在用那个 就是那个热气 来掌控这个高度 然后再配合这个整个风向 然后来飞行 想到那个体验啊 而且看到那个真的冷静台 在旁边那个一直烤来烤去 然后一直感觉到热气 好玩 也不错 不错 你还是抱着柱子啊 对 不会不抱啊 在Kawadokia 经营热气球的公司很多 需飞行的时间跟热气球大小 价钱从90到200欧元都有 身载人数从12人到16人 还记得翻红花城的老爹吗 我们搭的热气球就是他介绍的 价格允许一个人一个小时120欧元 我们因为老爹的关系 买的票是90欧元 真的是超值 我们要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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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Kawadokia 坐热气球最酷的地方 就是飞跃高大的仙人烟囱石 热气球看似要撞山 却惊险飞跃的过程 总是让人捏花了看 惊艳老道的驾驶大哥 总会在山谷里来个几次飞跃 煞下大家 我们看到这个高度又升高了 汤姆 习惯吧 好像蛮习惯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不错 然后不要往下看 你看 我的猫要 当热气球爬升至最高点停留 四周景象 像是凝结了一样 静的让人感动 从最高点俯序下方 其实感觉还是有点怕 尤其是太阳出来后 便开始起风 驾驶大哥趁着风序还小 缓缓下降 在下降过程中 还贴心地继续 让热气球缓缓转动 我们等于继续 沐浴晨光 享受美景 感受人生啊 很快的我们已经平安着陆 跟地面接驳的工作人员会合 接着便是开香槟 搬证书的既定惯例了 回家做完热气球呢 有香槟喝 还有这个证书 干杯 Cheers 看我跟汤姆灿烂的笑容 就知道我们很满意今天热气球的体验行程了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第一个目的地啊 这边就是葛勒美啊 相当知名的露天博物馆 这边也被列入这世界遗产当中 那据说这里面呢 有30座的教堂 都是这个九世纪后啊 这个基督徒啊 为了躲避这阿拉伯军队的这个迫害啊 都躲在这地方 然后挖这个教堂 那不过呢 相当遗憾 因为所有教堂都是不给拍 所以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啊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就是捕捉到一些画面 不要说是偷拍啦 就是捕捉到一些画面 走吧 那这边的方子就是洞区 所以比较凉快 所以想我们天气那么热 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 古老生活的方式 好 进去看看顺便躲太阳 好 好凉快啊 对 这边蛮舒服的 我这一个也得不到在哪 一定有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进来的这间 是酿酒房间储藏序 壁上的洞是酿酒用的 墙壁的洞可以先接另一个食序 这个有长条许凳跟十桌的房间 是过去修道院的许堂 还记得哥哥美名字的意思吗 意思是你在这里看不到我 因此开凿在石林峭壁间的 这些石序、洞穴、教堂都充满巧思 且有密道相通 由于大部分的教堂都不给拍 眼前是我们拍到唯一的一座教堂 名为蛇教堂 顺道而上陆续有苹果教堂 黑暗教堂等都具有艺术价值 这边就是这个沙里汉地站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建筑 其实相当的宏伟 这个是塞尔柱式的一个建筑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实它是有这个整修过的 加上这个门口还保留着 古代这种味道 不错啦 而且刚刚这个汤姆进去看一看 我问问他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汤姆 你刚进去逛了一圈有什么东西 这边算是一个老建筑 然后现在比较安静 那个是晚上才会有表演 这边现在是给观光客表演的地方 给观光客看表演的地方 看表演不是自己表演吧 对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 就是很孤老的一个感觉 可以感觉得到这边 你赐路的 曾经是赐路的一个要站就对了 对 今天每到一个驿站呢 都有让我一种 心情会很沉重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看节目 会不会有跟我那种同样的感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你到这个驿站 你会看到这历史 这个痕迹的这样的场景 所以呢 它散发出这种气息 会让你连这种呼吸 都会感觉到这种 时间沉淀的厚度 有几个地方你是一定要来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这边 地下城 现在他们已经站在这个前面了 这边就是路口处 而且很特别喔 回头一看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建筑 当然没有 不然怎么叫做地下城 而且呢 其实在卡巴州其他地方 最特别就是雪居生活 那我们之前体验的这些 洞穴生活都是这个 一片山或者是巨石 然后去挖一个洞 住在里面 这个不一样喔 这个是往地底下挖 据说啊 这个至少是往下有15层这么多耶 15层耶 相当惊人 那其实呢 是相当的期待 好吧 OK 好吧 那我们要进去了 走 我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地下城了 好 待会儿 还有其他的这有任何部分 然后呢 我们刚刚在外面 完全看不出这个地下城耶 这上面是一片很像 很像这个种田的地方耶 然后没想到进到这里面 天啊 里面好大 而且错综复杂的 而且你看 这个洞 连着一个洞 还有其他的洞 也不知道多神 对啊 汤姆 你知道这个谁盖的吗 神基督教的 好像据传也是基督教 但时间是不可考 对啊 而且其实到现在很多那种 未解之谜 好 没关系 我们先进去看一看 待会儿再来讨论 走 小心不要撞到头 好 看一下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 那边有些 就是做红酒的 做这个葡萄酒的 葡萄酒的 地下城深入地下十多层 可容纳数千人 所有生活机能 全都可以在地下城运作自如 画画煮粪 饮水通风系统 光线储藏室 酒窖 厕所 养生畜和坟墓等 最终复杂又规划完善 每座地下城代表一个大社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在家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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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越来越窄 对 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徐南 这个地方 很深的地方 一个洞 然后直接这个门啊 就是推这个石头啊 整个关起来 其实呢 这个当初这个基督徒啊 他们躲在这个地下城呢 最怕就是啊 遭到这个宗教迫害嘛 你会发觉这个石门啊 这么小 有一个好处 就尽管这对方 可能有几万大军啊 可是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得来 这种地方啊 真的是一手难攻 喂 汤啊 喂 你们觉得这个行走一样 越困难了 而且你眼前这个洞更小 这个也比较矮 能不能进去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没问题啊 你先走啊 他们就有点吃力 真的 地下城内的通道又长又窄 很多只能单向行走 有些更要弯腰而行 虽然里面有灯光的照明 但通道里还是相当昏暗 建议来此的朋友 要随身携带手电筒 不要笑我刚走的样子很好笑 走走看你能知道我 啊 脚好痠哦 简直就是半蹲的在走路 等一下 太烫了 不 这才是我们转进来 大概第四个通道而已 你发觉真的是 越来越来越来 而且你进到这个空间 你又觉得 越来越小 越来越矮了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 其实已经走到这个房间的尽头 甚至我怀疑了 到底是不是什么房间 搞不好它只是个通道 有可能 但因为是根据这个考据 它说这种地下城 就最少大概十五层 我们现在是进到第二层而已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边有一个这个洞口 是已经封起来 那可能是还没有去开发出来 甚至是把它现在封闭了 如果问我 为什么通道设计狭窄 我想应该是 军事防卫上的考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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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